剛才有人分享 聽到這些鼓勵性的說話 就很有信心、很開心 但怎知道 待會有人說負面的說話 接著又失了信心 這個的確是我們面對的 其中一件事 我都周時會遇到 人有負面的說話方式 負面的表情 負面的態度 他會可能在 我們周圍出現 有些人是很容易負面的 普通人來說 是不過濡性地 讓他的表情 進入他的心 那就受傷了 即是我們不過濡 不過濡 如果用一個比喻 如果我們出去 比如喝水 你拿著一個杯 去到有飲水機 那你喝就正常了 去到坑渠又淤水來喝 這樣又不提 基本上就是這樣 有些人的說話 就好像坑渠水一樣 坑渠水 因為它是用人的心意 其實我們要學習分辨 人 口中所出的、心裡所出的 出於什麼呢 就是我們學習這種分辨的能力 那怎樣分辨呢 你聽到他講神的說話 有鼓勵性的 欣賞神的恩典 欣賞人的 又說給人聽 怎樣可以提升 這些就是正面說話 負面說話 做不到的 不行的 哎呀,神都不愛我們 這是謊言 這是謊言 不是真理 但是沒有人 可能會相信這些謊言 就覺得 神都不理我了 哎呀,沒有人理我了 那他就可以進入低沉 那有些人 我也見過 有些人進入低沉 很難出來 就是我都認識到 有些人 他們 哇 想起這些事情 很負面很負面 就是 總是說不行的 不行的 就算去的地方 很害怕 很害怕 我想自殺了 我不懂去的 那種程度 那種的嚴重 很絕 這種就是很接近有精神病 因為他很害怕 他什麼事情都很害怕 他做什麼事情 去什麼地方都很害怕 他就自己告訴自己 很害怕,做不到 做不到 那樣的人 就是 將一些恐慌放在裡面 但他不知道這些 其實如果是 是坑渠水來的 他每天都喝坑渠水 他怎麼可能健康呢 所以我們要過濾 坑渠水不要喝 大家都知道 現在我教導 我用這些 你就明白了 很容易明白 坑渠水當然不要喝 什麼坑渠水呢 是批評的 如果他提升 鼓勵我們如何提升 這是好的 但如果批評 你也沒有用 你也學不到 你也是沒有用的 這些話 不是好說話 就算我們自己不聰明 就算我不聰明就能學習,總可以提升 就算有人怎樣差也好,就像你一輩子,你實入精神病院 這說話是傷害性的 這些說話我們聽到就要分辨 我們發覺有些人因為生命問題的口出都是這些說話 出親就是這些說話 第一,他不信耶穌,第二,他信耶穌 但他分辨不到這些不好的東西 於是他的口就隨意想到什麼就出什麼 這句說話很多人說 我真的這樣想,真的這樣想不一定是對的 我真的覺得是這樣不一定是對的 我們要知道就是 心所想,心所感覺不一定是對的 因為人往往是被罪控制 所以心所想的,所感覺可以是錯誤的 我們要分辨到這個人 咦,他經常都是出這些說話的 或者他不出也好,他的表情都是充滿憂壽 煩惱的 即是他裡面,就是聖經所說的 惡人從他心裡所傳的惡就發出惡惡 就是很多不好的東西 好,這一類的人是可以提升的 不過首先第一,我不要給他影響 他說真的,我要過濡了 他說,哎,沒用的了,神都不愛我們 聖經說,神愛我們 我們又經歷到神 所以我們恆久和神關係是很重要的 恆久,天天和神有相處的時間 除了專注相處 也在任何時間走路都經常說 耶穌愛我們 耶穌愛我們 這個就會加強 任何時間都經常想著神 那心就經常正面 如果只知道我正期的肚 然後經常被世界衝擊 都可以很軟弱 但是我們 知道了聖經神之後 然後經常都不斷告訴自己 神愛我,神祝福我 我可以大大給神使用 那裡經常都會不斷地進入 其實人的心我會這樣形容 有些人以為 要很久才能衝擊到一個人 其實不是的 就算一個很強的人 他一下子完全相信 死了,我失敗了 他可以忽然間崩塌了 譬如他那路很開心 但忽然有人告訴你,那些事奉已經崩潰了,那些人全部都走了, 去了另一間教會,一群人都告訴我,他們都走到那裡了, 他們說那裡更好,他們受不了,他們沉一聲就崩潰了, 因為他們受落了,就算有這樣的發生,有些人就會崩潰, 但也有人說不要緊,我祝福的人,神都紀念, 我又再做過,如果有些人偷羊,其實為他祈禱,求神憐憫, 因為他偷羊,其實他比我更慘,他偷了羊, 神不起的時候,他的事奉也不得到神的祝福,所以不用受他的影響, 如果有些人自動走,我問問自己有什麼做錯,有沒有不做好, 就去自己修改, 即是說,人說的話,我們過濾了,過濾了之後, 在裡面有個思想和分析,他為何會這樣想呢? 因為他看環境,因為他不太相信神的話, 因為他總是負面看東西,他會有這個傾向, 我分析到了,於是他有親說的話,我就不受影響, 然後我就如何拆解他?他說,神也不幫我這件事, 即是神不愛我們, 但我們記錄了一件事,在阿當犯罪的時候,神也跟他說, 你耕種,將來地要為你長出,經濟疾勵, 因為人類犯罪,所以我們很多奴婦都會有時辛苦, 即是好像保羅,他也有辛苦的時候, 你看過哥林多後書,你就看到他跟哥林多教會有些困難, 令到他有些傷害,那是否神不愛他呢? 他寫過哥林多後書,就是神不愛他, 不是,神依然愛他,不過是人的問題, 即是人,是人的問題, 我們不要把人的問題拉到神的身上, 是與神無關的,於是有人說關於人的事, 我們不用放在心上, 有些人說環境變差了,也不要緊, 只要我們繼續信靠親近,遵從神, 神就自然祝福了,一步步會提升了, 那他的心圍會正面,又祈禱, 用德性五部曲,第一,留意到我被人影響了, 第二,我心上有破壞性,我繼續被人影響我又破壞性, 這個德性五部曲你就應該記了, 第一就是留意,第二就是破壞性, 第三,聖經處理,聖經的觀念說, 神喜悅我們所為祂所做的事, 神會幫我們的,我們親近祂一定親近我們, 神在我們心裡有奇妙計劃, 第四就是親近神得力,祈禱, 第五,我選擇聽神的話, 神就會祝福我, 當我選擇遵從神的時候, 神就會祝福我, 於是我就選擇不給祂影響, 告訴我,我不需要給祂影響, 這是要操練出來的, 因為我曾經試過被人傷害很多次, 他曾經說過很多事情, 我裡面有去處理, 當時也有不開心, 為何會這樣說的話, 但我慢慢覺得, 真的有些人是習慣性說負面的事情, 我為何要給祂影響呢? 所以我就選擇不給祂影響, 選擇去信神的說話, 信神, 即是神是好的內容, 那些人不好就是坑渠水, 就沒有信坑渠水, 信神是活水的光河, 我相信這個恩怜, 這是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怎樣幫助這個人, 這個人對他做是出現惡意, 因為出現他軟弱, 他的習慣, 因為人們的習慣是出負面的, 他信耶穌也好, 他不是故意害我們, 是他自己都很無助, 那時候我就怎樣提升他, 去引導他, 怎樣可以信靠神的恩怜, 不用被人影響, 我們說的話都可以, 不受患的影響, 亦不去影響別人, 因為他說的話會影響別人, 這就是我們怎樣, 一方面不需要影響, 一方面我怎樣去影響他, 我影響他, 他可能很快聽話, 我們要感謝神, 但如果他不快聽話, 我們又不用犯錯, 很多人又會犯錯, 我幫他,他又不聽話, 我失敗了, 這也是錯誤的, 因為聖經在哥林多前書四章二節說, 所求於管家的事, 他有忠心, 我忠心就可以了, 他今天幫到少許, OK的了, 第二天再幫少許, 慢慢慢慢就會提升, 如果一天他肯聽, 一百分之一改變, 一百日已經是一百分之一, 當然人不是那麼簡單, 某程度他可以很快, 但有時他又會慢, 但不要緊, 我不用揹他的擔子, 所以關於你說, 一起的時候, 好像另一個人, 就好像給你很多壓力, 你一方面不給他影響, 另一方面就是, 跟他一起去用聖經, 神的話語, 因為神答應了, 等候耶穌, 必不至於羞愧, 你查一下羞愧, 聖經說, 如何的人會羞愧, 先求他的國和義, 他一定會把這些給我們, 一定會幫助我們, 我們從我們的生活, 有沒有發現這些, 發現到呢? 我們就說, 好, 現在的困難都不要緊, 神一定會幫我, 這個就是, 總是抓住神, 是的, 我會這樣做, 這樣就會, 什麼環境, 什麼人說什麼話, 都不受影響, 那人就保持正面, 我自己經常有一個探測器, 自動已經有了, 什麼探測器呢? 咦? 有些呆滯, 為什麼呆滯呢? 我問自己, 為什麼呆滯呢? 好像有些不開心, 為什麼不開心呢? 我馬上找個源頭, 剛剛有一個人說的話, 我不知不覺受落了, 那我立即處理, 接著我奉耶穌宣告, 我不用給他影響, 我可以喜樂的, 感謝耶穌, 我可以想一下怎麼幫他, 他未接受我幫, 不要緊, 慢慢來一步步, 這些說話, 都是很重要的, 慢慢來一步步, 我不用背著他, 他稍微聽我的說話, 已經逐步提升, 就可以了, 這些說話都是很有幫助的, 因為有些人幫助他, 那人不起來, 他就放棄了, 哎呀, 糟了, 沒用了, 幫完也沒用了, 我事後也沒用了, 這就是用了負面的方法看, 因為我遇見的困難很多, 試過很多種, 所以我什麼困難都想想, 這種困難, 有否神的說話回應呢? 這未必有聖經的說話, 是神的觀念, 因為所求於管家, 是要他有忠心, 你忠心就可以了, 所以有時他做得不夠好, 聖經有過也有句說話說, 你到什麼地步, 就做什麼地步的人, 他未到那個地步, 你要求他, 就去不了, 在這個地步, 提升些少, 就已經好好了, 嗎?